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流量标签成笑柄的时代,街五四的舞者,却这样评价王一博。 娱乐圈变天了,不再是流量至上的规则。清朗行动时至今日已经很有成效了,尤其是在中秋晚会之后,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其中的变化。 以流量为主的湖南卫视,曾经每年的中秋之夜都是收视担当,如今不仅与央视中秋晚会无法比较,就连河南卫视都给它上了一课。 很明显,流量不再是圈内人屈之若鹜的标签,但对于的的确确是拥有流量的艺人来说,现在正处于尴尬期,比如王一博。 王一博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练习生,如今也不过才24岁的他,已经出道7年了,甚至是很多比他还要大的艺人的前辈。 经历了多年练习,急急无名也不被人看到,就连跳舞都是在没有灯的角落里。 可即便在那种情况下,王一博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,也许当大明星并不是他的目标,但跳舞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想靠近的梦。 功夫不负有新人,如今的他终于可以在舞台中央跳舞,最亮的那束光会打在他的身上。 不仅如此,王一博还成为了一代顶流,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喜欢,也成了更多人的白月光,甚至是生活中前进的动力。 他是努力的,但也不算是幸运的。一时间,娱乐圈大变天,淡化偶像,注重作品成了王道,流量的标签直接沦为笑柄,谁都要拿过来踩一脚。 因为王一博还是有很多人喜欢,有人喜欢就有人关注和支持,自然就还是会有流量。 所以很快,这一点就成为了攻击他的把柄,并且又拿出他学历不够做文章。 一时间,王一博陷入了尴尬期。的确,流量智商的确是不可取的,应该注重艺人的实力,给观众输出好的作品,带来正能量的引导。 但是别忘了,流量本身并无罪,拥有流量也并不可耻。 凭见流量就能再犯圈壶作非为,没实力还只会割韭菜的流量,才应该是被大家质疑的。 最近,这就是街舞第四季正在热播,王一博作为队长之一,一直拥有不错的话题量。 为王一博而去看这档节目的观众有很多,因为王一博而更了解街舞文化的人同样不在少数。 在节目中,与王一博直接接触的,当然是参赛的舞者们。 其中,有一位叫Zin的舞者,最近转发了王一博的宣发动态,并且说了这样一句话, 我真的很尊敬你。能让舞者尊重的队长,一定有能保证一点,那就是,舞蹈能力不是表面功夫。 不少舞者都曾说过,并不觉得明星会跳街舞。 但是现场看过王一博之后,不仅对这个二十多岁的大男孩竖起了大拇指, 而且还可能对娱乐圈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 王一博对街舞的追逐,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,一直在努力。 即便现在的工作让他不能拥有大把的练习时间,正处于尴尬期的王一博, 身上的流量,要被拿过来诋毁,学历也被拿来指指点点。 这些是他无法改变的事,但是他身上的闪光点, 他的努力和为梦想一拼到底的劲儿,都是作为公众人物能给粉丝, 给更多人带来的正能量。